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场棘手的救治 二十岁的余悦是由于肺部感染住院的 可是他的病情却让负责治疗的大夫琢磨不透 要是一般的感染 要你说多多少少会有些效果的 但这个病人为什么这么凶险 抗生素上去应该是比较到位了 那为什么还控制不住 我们感觉到不像想象的单纯呼吸系统疾病 一定是一个多系统有受累的这么一个疾病 在余悦入驻空军总医院的第四天 更坏的消息传了出来 出现了严重的这种腹痛 体温非常高 我们进一步发现了 发现腹枪的阁下有有力气体 这就给我们的外科医生判断 有腹枪空枪造起传恐 这就意味着余悦消化道理的东西 通过传恐已经进入了腹枪 如果引发腹枪感染 后果将不堪射性 在空军总医院 针对余悦病情的专家会诊 正在进行 没有想到 此时更大的麻烦来了 病床上的余悦开始变息 事情朝着不可知的方向 在发展 出学的部位在哪 出学的原因是什么 这就需要我们外科医生 来想弄清楚的 但是时间不等人 因为他出现消化道传恐 在外科当中 我们认为是一个急诊 叫急腹症 需要马上做手术的 余悦即将面对的是一次外科手术 已经发病一个多月的他 能不能得到救治呢 手术在紧张进行中 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 通过盼查 很快找到了异常 福桥的脏器 就是肝脏啊 胆囊啊 胃啊 肠子啊 它没有站成一坨 还是能分开的 这就给我们一个判断 它这个传恐 时间发生的不会很长 应该在两三天 至多不会超过三天 应该是一个 比想对来说 比较新鲜的传恐 和它病成 将近一个月的病成 显然是不相违和的 肯定是很明确 就是吃了麻辣烫之后 苦痛苦泻 人们关注的目光 这么快 就是它有毛 我还感觉好像 跟那麻辣烫有关 照片上 这位二十岁少女 就是余悦 是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如果不是这场变故 她将拥有自己的 第一份工作 幼儿园老师 如今 她却挣扎在生死边缘 其实 遭在入住空军总医院之前 二十岁的余悦 已经随父母 辗转当地 大大小小许多医院了 她的病情 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而且 越来越严重 跟我们医院住了 四天医院 我医院说不行 你还得上省医院去抗抗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上省医院住了 九天 那病情 那还严重 我省医院也没办法 说你们上北京吧 太多的疑问 营造在外科大夫 未屈明的脑海里 难道麻辣烫 可以让年轻的余悦 脏气穿孔吗 魏学明把穿孔的部位 确定在十二指肠部位 就是这样一个 将近一厘米的漏洞 他们小心修补完成 经过再三探查之后 再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手术结束 大家悬着的心 终于可以放下了 终于找到初学点了 我就密 真是有钱 找着不就好了吗 一顿普通的晚餐 为什么会让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少女 遭受这么大的痛苦呢 麻辣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 这是京城一家人气挺旺的餐厅 主要经营麻辣烫 顾客把各种食材选择好 掌烧的师傅把食材在密制汤锅里涮煮之后 浇上各式调料 就可以上桌 我们看到 这里的调料 以麻辣等刺激性为主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消化道有几层屏隐障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外层的各种棉膜 它可以起到防御作用 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入侵 但是当棉膜受到损伤之后 一些刺激性食物的进入 肠胃功能可能就有所改变 并发之前 逾越的胃肠功能并不好 胃也不算太好 像人还吃着什么 吃着太凉的冬天 正常的人吃顿麻辣烫 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的胃棉膜有修复功能 但是当一个胃肠颜膜 有溃疡的人吃麻辣烫 意外有可能会发生 那么这个孩子呢 他在吃了这种大量的 这种刺激性的食物以后 那么他一定会刺激这个溃疡 尤其吃了麻辣烫以后 他的胃酸会分泌会增加 他的胃蛋白酶分泌也会增加 那么这些有害的因子 那么一起来作用到溃疡的局部的时候 或许会加速或者说 诱发这个穿孔的发射 大家一致认为 渔越发病的直接原因 就是实习后吃的那顿晚餐 麻辣烫 十二指肠穿孔修补手术后 渔越是不是就能一天天好起来呢 没有想到的是 手术后的第二天 空军总医院重症监护中心主任宁波 就接到了渔越再次异常的消息 开始变血 首先要鉴别 这个血从哪来的 是从消瓦道的靠上的 我们叫上消瓦道 还是从这个长道出来的血 我们下消瓦道出来的血 那它呢 就是介于这个上消瓦道和这个下消瓦道之间的位置 因为它血有褐色的成分 也有鲜血 先止住血是救人的第一步 然而 即使宁波和他的同事们 采取了一系列的止血办法 渔越的情况还是越来越严重 这就提示大家 渔越消瓦道内 还有大面积的出血度位 上次的穿孔 只是一个开始 然而这个时候 让医护人员丧失信心的事情发生了 承受不了经济与精神压力的渔越父母 决定放弃对女儿的救治了 一直从家来到现在 我们就花了将近十四万 我剩了八千块钱 我现在也没有啥办法 我说就回家吧 但我也是从事 我现在咋回家 我气流下 我没办法我流下 我左流并未通知处队友了 我一心 我当时就脑无心 这就是没救了呗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花季少女命悬一现 生命大营就紧张展开 然而手术后的她 并没有出现转机 是放弃还是坚持 请继续收看 走进科学 致命麻辣烫 我说你要短院可以 你觉得需要一个特别大的医院 我支持你 但是如果你要放弃 我说我不同意 孩子刚刚做完手 还没有明确诊断 后面是什么状态 还不知道 你就放弃了 我说太可惜了 她家就说 我们家里实在困难 真的支不起了 结果我说 你先别考虑 我们进我们最大的努力 看看孩子能不能稳定 宁波的压力是巨大的 她太想把这个年纪 二十岁的大学生 从此身手里拽回来了 一个接一个的会诊 紧张尽情 因为宁悦已经经历了一次手术 保守治疗是最保险的方法 但是大家感觉 保守治疗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外科主任魏学明觉得 事情越来越严重了 内科只不如就得需要我们外科来干预了 外科手在上 那么还是这个问题 我们要想知道这个出血的部位在哪 出血的原因是什么 我后有一个目标啊 我像打仗一样 我有一个目标 奔着去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需要内科来合作 这样就行 小话课就做急诊下做肠镜 肠镜是用来检测 肠导内部病变的诊断方式 大多是一支气场可弯曲的仪器 通过自带的摄像头查出异常 如果通过肠镜 能确定出血的大体部位 这将为接下来的外科手术确定目标 更为云越接下来的抢救争取主动 负责场景操作的 是空军总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黄守兵 对于历史一个多月 辗转几个医院的云越来说 他的消化道 现在什么样子都是未知数 操作稍有不慎 都是致命的 机场景坐进去就看到机场里面全部是血 这个血也是暗红色的血 暗红色的血 还有很多的这种血凝块 那么我们就是边抽吸边镜 这是一个需要全神灌注的事情 就在仪器越来越接近小肠部位的时候 血液变得越来越鲜红 这就提示大家 出血部位离内境检查的部位已经非常接近了 但是技术娴熟的宁守兵 却再也不敢贸然前行了 由于这个病人刚做过手术第二天 那么这时候我们也不能打太多的券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敢贸然的再做 所以为了安全期间我们就撤出来了 但是这个小肠镜给我们一个强烈的提示 那么这个出血第一 那么一定是来自于小肠 肠镜的检查给了外科医生一个提示 那就是一月出血的部位在小肠 一月的第二次手术困难很大 但必须要做 把营养状况不好 还发烧 血向高 宁血极致还不正常 我们开刀很忌讳说宁血极致不正常 你开刀流血不止怎么办 这个切口里边 所以是 但是呢 感觉到这么一个年轻的生命 二十岁 冒险就冒险 这是一次冒险的手术 二十岁的余月能不能挺过去 还是未知数 魏学民的手术刀 似乎承载着余月的未来 他成了植物人 我还有个看 是吧 天天四 整他也行啊 也没命 有个啥 一点啥意思的生活跟他帮 一般人的小肠有五米左右 他们有序盘在腹腔里面 寻找难度很大 究竟哪段有问题呢 手术探查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即使肠道内部有严重问题 外形上也不会差别很大 主导医生魏学民 只能根据小肠水肿的异常 来找出病变入围 诶 仔细讲上发现问题了 在这个小肠的这个病变 最可疑的这个地方 粘膜有迷烂 有连发的就是这种连起来的 这个多个的溃养 很标浅 但是呢 确实没有看到他的出血 没有滋滋滋的出血 但是粘膜非常迷烂 这个非常水肿 水肿到什么程度 我们拿下耳沙布轻轻的一擦 他都在渗血 所以我们考虑可能出血就是来自于这 准确切除并做处理 是魏学民在手术中要做的 切下来的那段小肠 很快送入病理科 大家在期待病理结果的到来 那么我们再看 造成出血和这个传恐的原因 是肠年膜的水肿 肠年膜的糜烂 什么病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多种原因 一个是他时间很长的发烧 这种感染 可以应急反应 肠道的应急反应 那么感染又来为哪 那么恰巧他有这个 很明确一个病 是就吃了那个麻辣烫以后 就出现了发烧了 肚子疼了 我们高度可以 是一个长远性的感染 大家把罪魁祸首 依然指向 逾越最后的晚餐 麻辣烫 那是怎样的一顿饭 我们已经无从考证 但是可以确信的是 那是一顿问题麻辣烫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染呢 我想麻辣烫 它可能不是普通的麻辣烫 肯定是不太维生 不太干净的麻辣烫 这里边可能是存在着病毒 或者细菌 它吃进去 食人气 如果你身体好 抵抗力很强 像其他人同时吃的 都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他再有什么 其他的基础病 他再吃进去 别人不发病 那他抵抗力低 他吃进去也可以 可以发病 手术中切除的部位 被做成了病例切片 在高倍显微镜下 人力和他的同事们 竟然发现了奇怪的细胞组织 人力所说的伤寒 就是伤寒杆菌造成的 常称伤寒热 伤寒杆菌 在自然界中的生存能力较强 在水中可存活二到三种 在粪便中能维持一到两个月 在牛奶中不仅能生存 还可繁殖 但是面对高温和光照 它就没有了生命力 吃了不及食物拉肚 这种严重性病变 它往往都不用手术 不需要手术 所以我们拿不到标本 这还是这么多年来 我第一次拿到一个 这个非种流性的这种感染 所引起的这个标本 所以我们很难说实在 大家确定 它是一个哪一种微生物感染 这还仅仅是医生们的猜测 如果不是伤寒 余悦的疾病 为什么会这么难治 一个伤寒疾病 大有样的它要分四个期 第一期叫潜伏期 就吃了以后有点不舒服 大家不知道怎么不舒服 第二期叫爆发期 也叫发病期 搞熟 肚子疼 肚子胀 拉肚子 就是一系列的感染 不光是肠道感染 甚至带来其他系统的感染 这是一个大约持续 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的样子 第三个期间呢 就是要相对的缓解期 这个时候 外科的病发症来了 消化到传空 消化到出血 让大家感到异常的是 到现在为止 医生们还没有在血清里 找到伤寒病菌 病发症还会不会再来 都是未知数 经过两次大手术过后 余悦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中正监护中心主任 宁波 玄泽的心 并没有真正放下来 那么紧张就紧张 他会不会还有 其他部位的大出血 这是我们 一会儿都最关心 也是最担心的 每天看也一点 一点希望没有 每天看召唤他 他都不睁眼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这是一场生死大营救 致病原胸锁定 一月发病前的 最后一顿晚餐 麻辣烫 这里面到底有着 怎样的秘密 请继续收看 搜紧科学 致命麻辣烫 这已经是余悦 二次手术后的 第七天了 宁波决定 把余悦身上的管子 拔下一切 它会不会真的 好起来呢 好 好 好 醒了以后 他可能想知道的事情 特别多 为什么躺在这里 我的病康复了没有 这些东西他都要知道 所以我就想给他拔了 我就告诉他 他先在状态 所以拔完以后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的病 给你治好了 我就想安慰他 说给你治好了 你别担心了 那他就先点头 然后就跟我说 说我爸呢 说我想见我爸 然后我说行 我说你爸就在门口了 来 家属 来 进来 那个姑娘醒了 我拔了我了 然后第一个叫见父亲 说我爸在哪呢 你叫他进来吧 我还挺感动的 第一句话给我说了 那爸在哪 那你们过去吧 你们过去 我在里面啊 跟他说哈 别激动啊 你激动他也挺厉害的 好 你来 去吧 关你 天女儿 妹啊 推开吧 妈 我看这都是 没有 没有 命代后你就没有尽家 妈都不认识 跟你催着老挚的 不说那么多 小时候忘了 你就好像变得很 养个精神的时候 我好着 老爷都没笑 这生命这么一个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伤眼了 终于能笑 哎呀妈我真的 我都不敢相信 每天都动都不能动 今天还只能这么 跟我再见呢 还说妈你吃 你得一定坚强吃饱饭 说我都不敢相信 真不敢相信 我说我这大妈也不合格 我做了决定 就是当时没有他们拦着 我就决定 这一个辈子我都不到达成 这已经是逾越 发病后的两个月了 感染消化到偶尔出血 还在纠缠着它 只要有一丝希望 医生们就不会放弃 那天一天也吃了烧烤 只吃过一次 下午也吃过两次 一定吃过两次 那次就是烧烤就不吃过 然后就发烧了 一小时我就给他吃烧烤 我说他叫余悦呢 有啥困难都能约过 他这么就写个名 叫余悦 我今天呢 这么想研究他 这么棒呢 他直接能住过 这已经是余悦发病后的两个半月了 余悦依然在与病魔所斗争 我们不难想象 发病大天 被十几喜悦笼罩的余悦 吃进去了麻辣烫 不仅加速了原本溃疡的发病 还把具有传染性的伤寒杆菌吃进肚子 这些无疑都是余悦发病的因素 病例的罕见 让原本极好治疗的病症变得复杂起来 本是一顿普通的美食 却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这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消化内科医生宁守宾 经常接诊因为吃喝不当而得病的患者 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是很发达的 那么很多的美食呢 可能我们都确实见了以后 都非常的想去享受一下 那么享受这种美味 但是呢 那么这个饮食 我觉得对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这要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的微尝功能非常好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 能耐受的一些美食去尝试 泥石流滑坡 这是威胁老百姓生命安全 最主要的地质灾害 各路专家齐盛阵 为问题大山找出第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